警犬从出生就开始接受严格的训练 他们忠诚相伴 默默为我们的安全保驾护航 警犬纪事 聚焦这个特殊的群体 从出生 选拔 训练 工作 退一等各个阶段 展示警犬的一生 警犬训练 警犬训练有一套科学完备的程序 只有经过严格的训练 警犬才能走上一线 一只警犬从零基础到出具战斗力 离不开代犬民警的耐心 专心和细心 这是北京市公安局行政总队 警犬技术支队的代犬民警吴佳 跟随在吴佳身边的是他所带的三头警犬 使兵隔犬小米 拉布拉多犬小白 以及波音达犬波 2015年吴佳的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警犬技术支队新分配来一位女警聂彭越 而吴佳成为了聂彭越工作上的领路人 聂彭越也算是我带的第一个土地 我们俩就是差了十岁 他的职业的热爱的程度 包括对工作的认真的程度 就是相当好 我感觉跟我们当年是很接近的 聂彭越毕业于中国刑事警察学院警犬技术专业 正式成为代犬民警后 他的搭档是拉布拉多犬胖胖 他太胖了 第一点见到他的时候 我在我们学校上学的时候 没见过这么胖的狗 然后拉多我也没想到能长这么胖 当时我觉得他要是撑的话 至少有八十斤 聂彭越努力了解着关于胖胖的一切 他跟人的接触也比较少 所以我觉得他自身的胆子又比较胆小 然后可能接触起来 他也是有点防着我那种感觉 一方面为了更好地了解拉布拉多犬的习性 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指导聂彭越 吴家也选择了一只拉布拉多犬小白进行训练 我从看见他的第一眼我就特别喜欢他 我就特别想要 他特别圆润脑袋特别大 身材也特别圆润的那么一头犬 他们在神经类型 在体型各个方面都非常像 要想训练好警犬 第一步是要搞好亲和 取得犬的信任 聂彭越一有时间就和胖胖相处 从吃住行各方面给予照顾 而吴家则会在远处观察聂彭越与胖胖的状态 随时进行指导 然后一陪就是一上午 就是跟他抢球呀 给他泡泡球呀 带他喜欢的东西 喂他吃的 首要的工作就是给他减肥 他太胖了 他当初带他的时候八十斤 他走两步都是船 根本不适合工作 所以带他的首要任务 除了跟他搞亲和 就是给他减肥 然后带着他满操场的跑 也要有一些那种体能锻炼 聂彭越的付出 吴家全都看在眼里 而这一切胖胖同样可以感受得到 然后犬那个鼻子 鼻头有一点掉色了 褪色嘛会有 然后呢他犯书 为什么就褪色了 然后给犬买那个螺旋枣 就给他吃 完全把那个 他这个犬当成了自己家里的人一样 就是那样对待他 对他特别好 渐渐的 逆蓬越和胖胖步伐越来越一致 默契度也与日俱增 有了良好的开端 他们即将真正投入训练 寻血猎犬 又名血蹄 是品种古老 血统高贵 体型最大的嗅觉猎犬之一 身负超高嗅觉能力的他 本该一副高冷姿态 但跑起路来 却是蠢萌的样子 时而调皮 时而沉稳的混搭范儿 成为我国竞选界 又一新成员 与其他犬种不同 生性高傲的他 总是喜欢抬着头 通过感知人们在空中留下的气味 更快更准地找到目标 凭借他们的执着劲 在家族中 留有能追踪超过14天的气味 连续追踪气味 220公里的惊人记录 这让寻血猎犬 成为为众多国家 竞相热捧的对象 肖建伟是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 刑侦支队五大队的一名民警 同时也是我国第一位 将寻血猎犬 引入警用的训犬员 这头寻血猎犬 堪称肖建伟的最佳排档 他有一个潇洒的名字 追风 起追风这个名字 我是对他抱有期望 追风两个字 给他的寓意是 他能追踪分中的气味 能够因他里面的嗅觉 去追捕 案件发射现场的行人 追风的出现 圆了肖建伟多年的寻犬梦 而这份缘分 其实早已注定 原来就在2004年 刚刚步入大学的肖建伟 在机缘巧合下 对寻血猎犬有了了解 起初得到寻血猎犬的肖建伟 兴奋得像个孩子 但兴奋劲很快就被现实无情打破 当时的常用犬 已经拥有了完整的训练体系 但对于眼前新型的寻血猎犬 怎样将它训练成合格的警用行真犬 让肖建伟犯了难 别的品种的警犬 看到一个球之后 他会用疯狂的去 想占有这个球 嫌这个球 他寻血猎犬 他的欲望不是很强烈 可以玩也可以不玩 用球 用嫌虚欲望来训练寻血猎犬 是有狼子 狼也训练出来 肖建伟试图带个榜样 给小追风点启发 但小追风似乎并不领情 一刻也闲不住的他 完全不理会主人的良苦用心 这样的高冷范 让训练过程变得更加艰难 好 负存性一定性也不是很好 他更愿意自己往自己的 我们有的小犬的话 他看着主人 他说人意喜欢你人 你的人身边 小犬去猎犬 他更大的一个性格特征 是自己往自己的 与此同时 追风的孪生妹妹 在多次尝试训练后 最终受训失败 失得肖建伟 对于寻血猎犬的训练方式 彻底陷入了窘境 上天的眷顾 往往就在努力过后 他将更多的时间 都赋予了追风 一同的陪伴 一同的分享 一同的喜悦 一同的成长 那个时候 比较淡淡淡淡的 只有鞋子那么大 当时我是把他当成 一个小宠物一样 时刻陪伴他在身边 他带着犬出去玩嘛 然后就下雨了 因为他跑到市中心那边去了 然后下雨了 回我们这边也挺远的 没有公交车了 他就说等一下别犬 零感冒了 他大人倒是没关系 那时候群还比较小 他说那我们就 就在附近随便找一个 那种找的锁 就住一晚吧 就这样子对付了一晚 长期观察过后 肖建伟发现 看似高冷的追风 实则是个吃货 肖建伟看准这一点 在训练中 不断加入食物奖励 通过不同环境下的 反复试验 使得训练效果 渐渐有了起色 我们正常的 传统的追风犬 它会顺着肌线这么去走 但是注意问 它闻了这个修园 闻了放在行人流下的气味之后 抬头闻闻空中 它也可 也许会直接奔中顶而去 在空中就捕捉到了 行人流下的气味 有了精犬 它容易断线 它有时候 它容易捕捉不到 肌线上的气味 但是这个时候 让寻学猎犬 让追风来完成这个任务 它基本上每一次 都能很顺利地 完成这个追踪任务 驾轻就熟的追风 显然变成了追踪能手 凭着一股执着劲 终于在一年后 成功作为警用犬 站在了肖建伟的身边 依然还是一副高傲的样子 似乎只是在拿回 本该属于自己的荣耀 寻学猎犬 它是工作狂 这一点难得到 如果它闻多气味了 它就一直会往前走 主人那时 喊它回来的话 它还是不满孕意 追风训练成功之后 我们看到它的 那个训练成绩 和出警中的优良表现 我那个时候充满了 妈妈的自豪 与肖建伟的默契骤增 但高冷的脾气依然不改 每次追风被放出来 对主人只有三分钟热度 略有不同的是 操心的追风 总要玩一阵 就回来看一看 确定肖建伟在附近 才能放心地继续玩耍 寻学猎犬 训练成功的消息 很快上报到了公安 得到公安部的科研立项 寻学猎犬的名号 也第一次在全国打响 吕剑战功 让肖建伟有了训犬的信心 他开始萌生了 再带一头犬的决定 聂彭月和胖胖 也正式投入了训练 虽然体重有些超标 但是训练过程中 这个灵活的胖子 还是展现出了自己作为警犬 独特的优势 其实胖胖工作状态还是挺积极的 因为他对物品的贤取有 所以他对物品的占有欲也有 他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得到最后的强化 所以他为了得到这强化还是比较积极的 所谓强化就是对犬的行为给予直接肯定和鼓励 大多数时候 犬会在游戏中得到满足 警犬的训练其实就是游戏 而强化的作用是提高警犬的贤取欲和占有欲 保持良好状态 所以如何强化警犬 让警犬玩得开心 也是一门大学问 在持续不断的付出之后 聂彭月终于迎来了惊喜 他自己在这玩 然后我过去摸摸他 然后摸摸肚子 突然间就对我翻肚皮了 然后我当时特别开心 然后就带着他满操场地跑 给他抛球 给他吃的 然后赶紧就跑回来了 跟我师父说 我师父我终于打动胖胖了 他对我露肚皮了 他完全信任了你以后 他又不会轻易地离开你 他家胖胖就是这个状态 聂彭月与胖胖之间的关系 进入了快速发展期 无论是工作训练中 还是生活中 他们的配合度 默契度 都有了明显提升 可是很快 聂彭月又有了一个甜蜜的烦恼 那就是胖胖不允许他 接触其他的权 他比较容易嫉妒 然后小心眼儿 我经常说他的心眼太小 跟别的狗玩 他就吃醋 没事 胖胖 我不是对啊 你妈 我一会儿就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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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胖胖 我一会儿就回去 你别骂人了 他就觉得我是他的主人 我平时没有摸别的狗 然后就觉得我是不疼他 不喜欢他了吗 我觉得应该是这种感觉 为了照顾胖胖的情绪 聂彭月用更多的时间 来陪伴胖胖 他希望长时间的情感交流 可以给胖胖带来 更多的安全感和信赖感 悟空是一头使兵隔犬 他有着活泼好动的性格 与旺盛的经历 因此成为了一头合格的 血迹搜索犬 搜暴犬 悟空是肖剑伟身边 十足的导弹鬼 游泳跳高捉迷藏 无所不能 争风吃醋 更是不在话下 家里面有两个小孩的 会相互吃醋 我们带两头金犬 两头金犬之间 也会相互吃醋 像悟空的话 他是比较调皮的那种 追风是比较老实奔奋的那种 我想他们俩的感情 能不能融翘一点呢 就把他们俩放在衣服房间里面 尝试了一下 感觉这个行不通 光在一起 悟空是不让 追风吃东西的 平日的生活中 追风和悟空就像两个欢喜冤家 总是一副有我没他的战斗姿态 年轻时的追风还能与悟空争论一番 但现在日渐年长的他 慢慢懂得忍让悟空 而悟空却似乎并不领情 争强的他总希望能拥有主人全部的爱 试病科这种选手 他就愿意跟人互动 诶诶诶诶诶 选择列车 他就比较高 比较能高那种 追风 来 才是悟空 悟空比较小 那爪子去踩他 追风不会咬 然后悟空长大之后呢 悟空就不愿意和追风带他一起 他会想我有点吃醋这种感觉 如果我把追风带出来了 悟空在旁边看起来没带他出来 他在笼子里面就相当着急 时刻我顶着我看 着遇远了之后还能听见悟空 在笼子里面那种叫声 他很期盼一起出来玩 有时候我带悟空出来 追风在里面看起来 那追风也很着急 他也很想出来 如果他们俩同时出来了 那有时候他们就会吵架 想我有价 也许是因为追风内敛的性格 与日渐老去的身影 让萧建伟不免对追风 有了更深的偏爱 而每次只有等待悟空离去 他才会用独特的方式 默默地陪伴在萧建伟身边 平时习惯用彼此去解脱这个世界 我们其他选择 有的是用眼睛 用耳朵去感知外界 胸脚略犬 他大部分的时候 是用彼此用他的嗅觉 来认知这个世界 站在一旁边 就是抬着头 是用彼此闻一闻 确认是主人之后 这样才能够的话 他的嗅觉很灵敏 但是视觉比别的犬 跟他还差一点 对于寻血猎犬来说 由于嫌取欲望不强 和容易分散注意力的特性 让他不能像其他伙伴一样 可以参加各种有趣的训练项目 为了弥补遗憾 萧建伟总是带着追风 在一旁观看 为了能够更好地照料自己的伙伴 萧建伟做出了一个 令家人都没有想到的决定 他提议将自己的房子 就安置在距离警权基地 最近的地方 但这一提议 引起了家人的不满 我们看了好几个楼盘 他还跟我说那些楼盘 分析那些楼盘不好的地方 就是为了突出 我们现在这个房子 好的地方 方便的地方 然后我们住进来 以后就才发现 他住在家里 就像住在单位一样 单位有什么事情 他就是随叫随到 然后我就上班很远 不久 在丈夫的机智劝说下 妻子放下了坚持 而丈夫对寻血猎犬的格外用心 也让他的想法 慢慢有了转变 说实话 有些事情 我的心底里 还是有一点点这种 觉得不满 但是我好像对他是这种 爱无及无的感情 他愿意做的事情 我就会支持 我心里就认可他这样子去做 因为住房的便利 他经常来往家里与单位之间 与追风的相处机会 也越来越多 而一次出警的意外 让肖建伟至今都难以忘怀 一个命案 在沙岸里面受捕放的行人 沙岸里面有的猎户 放了不受的夹子 最后有一次就不小心 踩到那个不受夹了 听见他在那一声惨叫 吼着声 吼着叫 我赶紧跑上去一看 是被那个不受夹给夹住了 但是我心里 其实那一下子 我身份的伤害很严重 为了坚持他的痛苦 那个时候我什么也不想了 一个手拖着那个夹子的地方 另一个手 走去按夹子上面的地方 踩到手 我没去的时候 他唱叫声 我去了之后 他知道有安全感了 有依靠了 把头打在我股子上面 围着我把爪子按开 很配合的 他知道我去保护他 按下去 他的爪子慢慢出来了 出来之后 我才发现 我自己两个手上 都是被夹子称出来的血印子 寻血猎犬的平均寿命 一般是十到十二年 肖建伟也越来越珍惜 与追风相处的日子 我感觉 我和他的感情 就像两个老朋友一样 法则类型的 我十分尊重他 他对我十分信念 在追风的世界里面 我是他的唯一 追风已经陪伴肖建伟 走过了数个春去秋来 他也将自己的忠诚职守 奉献给了主人 与警犬事业 同样值得庆幸的是 追风的付出 也收获了一份 主人对他的牵挂与骨气 许他一个幸福的归宿 似乎正如奔跑在场地上的 一头又一头警犬一样 那个曾经的追风少年 将永远牵绊着肖建北 吴家和聂彭月 接到了一个新任务 和常规任务不同 他们这次需要探索一种 新型的工作方式 双拳安检 安检过程中有一个复检 包括有一个能力叠加的一个过程 而且就是把咱们原来的 可能要两遍的安检 在一个人两条拳 就一次性完成 既节省了时间 又提高了咱们这个正确率 双拳安检 难度在于带犬民警 与两只犬的配合 以及犬的服从性 这次新任务 之所以分配给吴家和聂彭月 是因为他们师徒两人的沟通很好 而且他们带的小白和胖胖 年龄相仿 犬种一样 有训练基础 吴家和聂彭月 开始详细探讨训练方案 两头犬首先是不能打架 另外一个呢 就是两头犬在训练的过程中 他又听我的话 又能听另外一个主人的话 就是两个人的话 他都必须得听 第三个就是 他们俩能互相不干扰 就是在工作的那个专注度 比较好的才可以 可能胖胖嫉妒心强点 但是小白心大 然后小白就是 不会把这个当回事 我可能在工作中 就尽量少摸小白 胖了来 胖了 胖了 来 来 好孩子 这呢 吴家和聂彭月 一起商量训练场景 让小白和胖胖 进行同一项工作 看这两头犬能否完成 训练中 小白和胖胖的表现非常出色 他们可以根据指令 对同一场景进行搜索 而且搜索的时候 不会互相干扰 更为难得的是 他们同步性很高 搜索时间 搜索频率基本一致 搜索结果也极为准确 随后 训练进入到单人双拳的关键性阶段 在六个罐子中 有一个提前放入了绣员 而小白和胖胖需要把他找出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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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之前的磨合 有了之前的磨合 小白和胖胖很快就完成了任务 在警犬基地里 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警犬技术支队的民警们 尽情释放着他们的青春和热情 我觉得胖胖是拉不拉多里边长得最帅的狗 他一张嘴其实不是笑 但是你就看他像笑一样 是一个笑脸狗 有了彼此的陪伴和鼓励 带全民警与警犬 信心满满 大步前行 高全员 除免 此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